糖尿病因體內而倒數不足或失效 導致血糖偏高、糖藥控制不良 長期過高的糖分會破壞血管 引致器官功能受損 例如心臟及血管疾病、眼睛受損 腎功能衰竭、觸步潰爛、嚴重者甚至要截肢 除了注意飲食及做適當的運動之外 糖尿病患者很多時候都需要 靠服食降血糖藥來控制病情 嚴重時甚至要加藥至好幾種 但因為傳統的降血糖藥 要靠刺激胰臟分泌胰島素去控制血糖 當胰臟功能愈來愈弱時 就會令降血糖藥的效力逐漸降低 再食藥也不會有功效 那就需要直接注射胰島素協助控制血糖 注射胰島素一般次數由每日一次至四次 比起口服藥,除了注射胰島素會有少許痛楚 在工作環境中注射亦較為不便 胰島素注射得多,除了令患者體重增加 還會令血糖降得太低,出現心跳加速 施力模糊,出汗等副作用 嚴重者更會昏迷,甚至有生命危險 傳統藥物透過胰臟降低血糖 有機會帶來上屬的嚴重後果 SGLT2抑制劑的出現 為糖尿病人帶來新的曙光 有比於傳統的降糖藥 SGLT2抑制劑透過腎臟由尿液排出糖分 突破了傳統的糖尿病控制方式 通常低血糖症第一樣出現 為何你會知道血糖低呢 便會覺得很餓 接著便會去找食物 如果你不能立即有食物 血糖再慢慢再低的話 便會心跳得很快 接著眼睛有些木 眼睛看東西不清楚 便會有飆汗 還有人會緊張 這些全部是身體給你警告訊號 告訴你,你的血糖正下降 快點快點去找食物 所以病人一聽有這樣的感覺 他很不舒服 他一定要到處找食物 一見到食物的話 他要吃很多 通常會多於他需要的 所以他有低血糖 便會變成高血糖的情況 這些反彈 其實對病人整體的糖尿控制 是破壞很大的 葡萄糖是人體非常重要的熱量來源 如果將這樣的葡萄糖 輕易隨著尿液 一起排出體外 對健康的人來說 其實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位於腎小管內的蛋白SGLT2 負責回收九成的葡萄糖 但對於糖尿病患者來說 過多的葡萄糖再度吸收體內 當然不是一件好事 透過糖尿病藥物SGLT2抑制劑 可以抑制SGLT2的作用 降低腎座內葡萄糖的回收作用 並且在不依賴胰島素的情況下 協助身體排走過量的葡萄糖 這類的藥用機制在現有的第二型糖尿病療程中可謂史無前例 這一個新的藥物SGLT2抑制劑 它的作用就是減低這些混沌蛋白的功能 讓它在腎裏面不可以在尿裏面 抽些糖出來 留在身體裏面 會據說你吃了這隻抑制劑的話 腎就會把糖分排出去 排多多少呢 我們統計過在糖尿病的病人 如果他沒有吃這隻藥之時 他一天可能排到10克的葡萄糖出去 在尿裏面 但吃了這隻藥之後 他可能會排到80克的葡萄糖 有多少呢 其實80克的葡萄糖 就等於兩罐可樂的成份 亦有這樣的原因的話 其實吃了這隻藥的病人 很多時候發覺體重是可以減輕的 大概是減輕2至3公斤左右 這對病人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對醫生來說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因為它的好處就是 他不在乎胰臟的功能 所以在所有糖尿病的病人 其實都可以用的 唯一可以考慮的就是腎功能 如果腎功能太差就不應該用了 在我個人來說 我會覺得如果有糖尿病的病人 他應該盡量盡早用這隻藥 為什麼呢 因為他可以保護胰臟 不需要胰臟那麼辛苦 降低了一些糖分 但同時間不是因為經過胰臟 分泌液導素去降低 某程度上 胰臟是有得休息的 所以我覺得越早用是越好的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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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